我觉得我其实是属于一个就生活在一个梦想里的人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是不太懂得取舍的人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想放弃 因为我一个是从小是在中国和美国两边长大 然后我有很多的想表达的愿望 想用不同的媒介 所以我也写小说 我也画画 我也做不同的事 但其实音乐在我心里是最最中心 最核心的那个梦想 我是读了一个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是一个国际贸易的硕士 我有一个硕士学位 但是我没有去做那些工作 我其实一直基本上都是在创作 做创作 然后做一些电台DJ或者电视的节目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写歌 一直在写歌 以前我也在那边的酒吧助唱 在洛杉矶也有过 我记得那时候 就是Halloween的时候 万圣节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弹一把机 在旁边钢琴 钢琴上趴着一个窟窿 我一直对着那窟窿唱歌 我想这就是我的生活 假如一个人说自己有一个梦想 但是他放弃了 或者是说他觉得这个不能实现 他不做了 那我觉得这不是他真正的梦想 我一直有十多年了 我一直在坚持 因为最大的满足 是来自于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小步给你内心的那种感觉 不是所谓的外面看到的 你或者是你 或者是别人的认可 甚至于都不是 是你自己内心得到的 是在你的梦想里 他会给你的 而不是外界给你的 如果说牺牲 我也可以说我都牺牲了 但我也可以说我什么都没牺牲 我都没见过 是你 我都没有人的 我都没见过 是你 我都没有人的 我都没见过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